林雅区的集体彩绘创作持续进行中 许多当地里长也纷纷投入 自动发起在巷弄间彩绘 一处又一处的壁画惊喜不断 有的绘制出贴近生活点滴 有的还有鼓舞的内涵 展现满满生命力 高雄市林雅国际街头艺术节获得好评 墙面彩绘不停歇 各区里也投入就是要用颜色翻转社区 我们打造这个室外美术馆 大概已经从在我们105年106年 那今年是第三年 那我们是去创作我们的大型壁画 那主要我们是要打造我们米雅区 是100面以上邀请各国的一个艺术创作者 来米雅区做大型的壁画 那目前我们在这三年下来 我们就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邀请了16个国家 那有27位外国的创作艺术创作者 以柔和的色彩来描绘动物 希望让看作品的人能够感受到温暖 也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些许不同的颜色 里长号召附近学校来彩绘 更别具一番风格 林雅区致力打造100幅墙面壁画邀请彩绘高手 在墙面完成一幅幅作品 经过时不妨停下脚步 细细欣赏 也加上当地里长的用心配合 就是要让林雅区越变越不一样 港独新闻张世民洪静怡 采访报导